我们再一看之前大家想要买车 然后就说那个车要等好久好久 因为这个实在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车用的晶片 还有车相关原物料 都因为之前的供应链的危机 所以受到冲击 但是三月份的车市倒是优于预期 但是大家要心理准备 接下来要涨价了 我们先来看近期其实很多的车商 大家都在换那个领导人换CEO 包括像国瑞汽车 直接从原厂派了一位新任的一个总裁过来 那台湾的马自达也换人福特 六合 本田 汽车 福斯集团 大家为什么要换领导人呢 其实普遍换的这些比较年轻 可能是因应未来是电动车的一个趋势 全新的一个布局 不一样的销售方式了 好 那整体来讲 我们来看到各个品牌 进来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愿景 比如说我们看像这个豪车 Lexus跟BMW Lexus我们看 三月份它是进口豪车的销售月冠军 另外BMW呢 现在他们的车员已经供给慢慢跟上了 他们希望可以卖赢去年的一万六千辆车 再来我们看到了 接下来就要告诉你哪些品牌 车子要涨价哦 福斯它的动涨优惠 直到四月底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这个福特的车的话 你赶快去订车 四月底之后你就要涨价了 像是Focus像酷感 五月份就要涨价 另外像福斯的这个售价调整呢 全车系大约调涨两万到五万块钱不等 那当然了这些车的一个调涨价格 除了之前的供应链之外 还有俄乌战争 疫情影响 导致原物料跟运费不断上扬 所以接下来可能每个品牌 都会面临到同样的涨价状况 六角风潮隔渣 配上两侧大型进气口 让整个车头更显霸气 德系豪车品牌引进全新性能先备车 搭载直列五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来到400匹 领导百公里加速只要3.8秒 号称最强小钢炮 新能先备车比照旗下的跑车 有这个跑车化的包覆性座椅 来到驾驶座的部分 塞车的仪表板提供各样的数据 还有换挡撥片 有更好的驾驭乐趣 除了跑车套件 科技方面有全数位虚拟座舱 标配无线Apple CarPlay功能 更方便日常行驶 还没上市配额一进卖光 针对近期原物料大厂 停牌其他车款还在眼里售价 强调要谨慎观察成本变化 未来不排除调整 但其他车厂早已撑不住 不只进口车宾市函涨3到15万元 国产Toyota也增加1到2万元 Honda最多贵了2万元 福特也要跟进 福特去年靠着第三代改款KUGA 还有Focus益柱 销售突破3万辆 受到原物料成本影响 胡悦将全面调整售价 但涨幅还没公布 我们简单来讲就光以运输来讲 不管是空运海运 今年就已经又涨几倍了 所以没办法 所以这个必须要反映在物价上 从疫情再到恶物战争 原物料成本已经翻了好几倍 进口车海运倍也增加 调涨中断售价 成为车厂生存的必要手段 三圈许之中方向太不到